各位好 我是陈一佳 欢迎收看本周的一周会视展望 今天是2013年的8月19日 在上个星期 美元对于主要的货币呈现先是走强 之后是出现震荡 另外 日元的走势也是先是呈现走软 之后有一定程度的回弹 进入新的一周之后 美元进一步的呈现强势 而日元则是有一定程度的下滑 再来关注一下 本周影响市场大的事件 在美元区方面将要公布房产业一系列的经济数据 另外 就在星期三要公布联储最新的会议纪要 除此之外 就是在Jackson Hole将要从星期四到星期六进行的央行的年会 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尤其是联储的主席博南克会透露出什么样新的信息 中国方面的经济数据在8月份的Flash指数 PMI指数将要在本周公布 市场等待了解是不是中国经济有进一步趋于稳定的一些信息 另外 在欧洲方面则是关注它最新的一些通胀的信息 其他就是日本最新的对于国外债券的购买似乎呈现进一步的一个走桥 所以这一方面的数据可能也会支撑日元进一步的下滑 另外的一些央行外面信息就是本周 土耳其央行和泰国央行就要进行他们最新的一期会议 除此之外 就是墨西哥将要公布他们最新的GDP的数值 而在巴西方面有最新的通胀方面的信息也是值得关注的 现在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是攀升到了1.335亿 美元对于日元的比价是上涨到了97.96 欧元对于日元的比价则是攀升到了130.77 根据Trading Central最新的分析来看 美元对于不管是欧元还是日元会进一步的呈现走桥 而欧元对于日元的比价也可能会进一步的攀升 以上就是来自于会市最新的资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陈一佳 我们稍后再会